我覺得韓國之外 還有一個很近也很方便的 在日本 這個地方是 你不管是喜歡大自然還是都市 這哪裡啊 這個是最新的一個景點 它叫做早炎山 然後它是日本的新三大夜景 雖然我是白天去的 可是那個景色真的是漂亮到 我覺得我拍得還不夠好 這只是隨便用iPhone拍出來 好漂亮喔 然後它那個層次是 你一望無際可以看很遠的 然後因為北海道很冷嘛 所以不管那一天有沒有下雪 它通常那邊還是會有積雪的 然後拍起來就很漂亮 而且因為白雪在地上 所以如果你拍特寫的話 皮膚拍起來會很好 所以拍照比較不會失誤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我覺得 這個也是各種類型都適合 就是漂亮的餐廳 然後這個是法國的一個 就是很知名情侶都會去的 台灣人比較不知道 然後因為它沒有英文名字 這間餐廳是法文名字 我也看不懂 然後它只要坐下來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色 這邊照片我被切到 但是因為也是用iPhone拍的 所以畫質就這樣而已 可是那邊真的很漂亮 就是可以看到巴黎鐵塔 那種餐廳都要很早很早之前就要 會很貴嗎 對 一定要會很貴嗎 看哪一個 如果米其林三星 我建議大家就是 午餐會比較便宜 什麼東西 晚餐會 晚餐是一個人一萬二起跳 沒有 那我那一家不是米其林三星 可是我那一家就是一家咖啡 然後但是它非常的 它離巴黎鐵塔很近 那你去的話你也可以 像我們如果要省錢的方式 我們就是會去之前先吃飽一點 然後去那邊就點一些沙拉 開胃餐那一些的 然後點一些 看夜景 對 喝點酒看夜景 吃甜點這樣子 對啊 所以現在就是要我們男生 要加油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贏一個故事 是不是 對 我這一次一定會贏 不好意思 從三年前開播到現在 你們沒有贏過一個故事 我們這一次我們就會 因為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地方 就是在紐約 大家都知道紐約 但是大家會想的是 紐約城市是不是 對 其實不是喔 在紐約有很多大學 然後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紐約城市大學 我不知道中文名字是什麼 但是就是在紐約城市大學 他們有一個椅子 那如果你跟你的情侶一起坐下 那要來騎一個 是不是很浪漫 還好 不想結婚就不能去 對啊 沒有 還帶有長椅啊 也可以坐啊 你去互算事務所親一下 也可以結婚啊 下一位 沒有,還沒講完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浪漫 沒關係 對,我們已經親了 我們已經有機會 我們可能以後一定會結婚 是不是 那你就是要帶他去 紐約的另外一個城市 他也有另外一個大學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橋 那如果你走過這個橋 手牽手 如果你走過去 那一個橋 橋沒有掉下來 橋沒有掉下來 就是代表這個人真的很愛你 那你就去倫敦鐵塔就好了 橋 沒有,但是如果橋 你說橋沒有掉下來 橋沒有掉下來 就代表這個人真的很愛你 代表這個人很親吧 沒有,就代表 就是你結婚之後 你就是可能跟這個人一輩子 你就會知道 這個女生好棒 但是如果那個橋掉下來 好荒謬哦 你們兩個可以一起死 就放過大學生 為什麼你只要帶你的另外一半 去大學打擾那些大學生上課 對啊 人家大學是一個上課 培養精英的地方 你們兩個就... 不是很奇怪嗎 還好 如果那個對方不想親你 就是找另外一個人 在大學剛好 我這個年紀還滿適合 帝國大廈也很浪漫啊 如果他可以跟你親屬就可以結婚 如果他不跟你親屬 把他推下去啊 扭約了這麼多地方 退一句 我們講的是很浪漫 就是坐下來就穿梭 就是... 很浪漫,你不覺得嗎 你要不要調整一下棒次 對不對 算了 丟臉 他還說丟臉耶 再說一次就是... 馬爾塔島 在歐洲 馬爾地夫嗎 不是馬爾地夫 是馬爾塔島 他是一個非常好 馬爾地夫的副牌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馬爾塔島 是一個西方人很愛去的一個 一個度假島 然後因為那邊的第一個就是天氣 當然是超舒服的 不會... 因為不是那麼的濕嘛 所以就是... 就很乾...乾熱的那種 是舒服的熱 然後超漂亮 因為他們的海邊跟城市 他們就是有分 舊的城市跟新的城市 然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子 可以走得很浪漫的 他在哪裡啊 馬爾塔島 馬爾塔島在... 他是在西... 就是那個西班牙 意大利 希臘的 這個叫海裡面的 地中海那附近是不是 對對對...在那邊 然後因為那個是西... 就是歐洲人超愛去那邊 因為這個很...就是很浪漫 超漂亮啊 所以到馬爾塔島是可以碰到地中海 蛤... 到馬爾塔島是可以碰到地中海 可以啊... 嗯...然後...然後那邊 因為... 因為你去那邊看 都很多都是那種就是... 沿著海邊的餐廳啊 跟...然後酒吧什麼的 然後你看的人 幾乎都是情侶 哇... 大家都是情侶去那邊 因為你真的是很浪漫 因為你可以就是... 就是...逛街這些 就是... 這種老的城市就是很浪漫 然後會很多... 很漂亮的 或者是... 這比大學好多了 對嘛... 然後你...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然後水也是超乾淨的 對不對 這走到一半也不會垮下來 對啊 不會垮 聽完這個 副立岡那一段整個剪掉 剪掉就好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我自己很喜歡 我覺得是巴黎島 這也比大學好多了嘛 對啊 而且因為巴黎島 我覺得我自己還滿喜歡海神廟 因為海神廟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它就在海邊 然後重點是它白天 如果是退潮的時候 你是可以走... 走到對面的一個小島上面 它的廟就在上面 主廟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走那個沙灘 然後就還有一點點水 女生還可以踏著那個沙子 然後你去那邊廟的時候拜拜 然後還會有當地人 讓你喝那個水 然後洗手 然後也可以帶一朵雞蛋花 在這邊 然後就很漂亮 就覺得很浪漫 然後到了下午 開始要長潮的時候 因為它原本是可以走沙灘 到對面的島嘛 但是長潮以後 可是不好意思 你講到目前的行程 是只有對女生而已 沒有 男生就是要陪伴啊 你不要這樣子 我們去那邊 然後在這邊買一個花 男生就是要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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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要很長 你根本就是為男雞蛋花 他帶那一朵要多大朵 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在那邊的情侶真的是男生 他不能帶向日葵嗎 好大朵 男生女生真的 都會帶一朵雞蛋花在這裡 可是海神廟有詛咒耶 真的假的 有一個詛咒就是 就是只要情侶到海神廟去 然後之後就會分手 你趕快去 怎麼趕快去 為什麼 很多人都去巴黎島回來會分手 真的假的 因為在那邊沒有事情做嘛 那幹嘛那就吵架囉 對啊 怎麼會 不是生小孩嗎 怎麼會吵架耶 也有 就是 對 是 你 有 你 吧 誰 你 你 有 你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